随着全台持续进行大规模疫苗接种作业 台北市长柯文哲表示 大疫苗才是终极解决方案 市场相关人员也纷纷接种 目前台北市施打以40万人次 疫苗覆盖率为15.6% 全台最高 到目前为止 台北市的这个接种人数是 40万3297 那我们的疫苗覆盖率 已经到了15.6% 这是全台最高 那最近我们看到这个AG疫苗 进来了175万 那Moderna也进来41万 加起来有216万 如果这些疫苗都能够分配到县市 那我们核算一下 我们大概台北市可以得到的比例 那整体上呢 我们核算的结果 台北市的这个疫苗覆盖率 应该可以达到23%左右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统计 截至6号接种人数达 9万6720人次 至今已累计274万540人次 以AZ疫苗197万多人次最多 莫德纳76万8千多人次 疫苗覆盖率达11.45% 蔡秉坤说 最近将有台湾自购及日本捐赠的 共有216万疫苗进来 这些疫苗分配下来后 预估7月底台北市的覆盖率 可以达到23%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都在提供船幺岸ori描迹 表录 都在屏于 除了 美味父役 这个 酒 炸